嘉靖三十一年 在对蒙古的战事中多次战败的大将军囚鸾去世 同年江南宁家一代化宗囚英去世 这二人同姓并且同处一个时代 恰巧还是同一年去世 任谁看到这种巧合 心里多半都会有些疑惑 这二人不会是亲戚了 但事实上囚英和囚鸾还真没有半点亲戚关系 一个是北方将门出身的官二代 一个是江南寒门出身的穷小子 除了同姓 囚英和囚鸾几乎没有任何交集 两个人的命运也是截然不同 一个死后遗臭万年被皇帝下令开关录尸 一个死后名传千古 无数故事让后人心醉神秘 洪志十一年 囚英胜于江苏太仓 都说江南好 可囚英自小贫苦 为了谋生 小小年纪就去做了七工 七工可不是什么好工作 就和北京城里的表胡将一样 学起来难 出师更难 也就只能靠着这门手艺谋生 至于别的 囚英暂时想不到 也不敢想 十多岁的囚英 已经尝尽了人间辛苦 七工这份工作很苦 要掌握的东西却是不少 他在当七工的时候 学会了调色 实色 也逐渐地对绘画有了兴趣 但他喜欢的不是 先依怒骂少年时 而是桃花雾里那种自由 洒脱的气氛 于是提笔沾末 一幅桃源仙境图 天然而月之上 画中 三位高士灵溪而坐 如伯雅抚琴 一曲高山流水 仿佛穿透画卷而入耳中 其间的山石 林木 流水 相互结合 加上几位白衣雅士 整幅画仿佛变成了一处世外仙境 桃源仙境图 是文人理想中的美好世界 桃源明曾做桃花元祭 让无数人无不神往 而真实的人间仙境 在囚英看来 是有唐伯虎醉酒大笑 是有文征明执笔作画 是在桃花盛开时 无数文人雅士 结伴同游的那一处圣地 那个地方叫做桃花雾 董启昌曾言 盖五百年而有求十富 这样的人五百年才出一个 他出身贫寒 以一只画笔名扬天下 在唐伯虎文征明大放光彩的年代 他的出现不知惊艳了多少人 至今桃源仙境图 仍藏于天津博物馆 若是再去欣赏这幅名画 不要忘记 当年的桃花物中 曾有一个手执画笔 眼若新尘的小奇功 他一点一线 汇出了自己的桃源仙境 内容著作权归宗雅文化所有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